好帅啊 人呢 中了迷藥都能跟丢 老公 你轻点吗 你没事吧 狗男人 要不是看在你被下了药 还长得这么帅的犯上 肯定绕过 小姐从来不占人品 这些就当是少女的 哎 喂 不莫神 我的古大少 你可算是接电话了 你知不知道堂堂一个故事总成 竟然休息了整整一个晚上 故事集团都要乱透了 有点意思 确实帮我当真央 哎呀 你去帮我找个人 找人事情晚点再说吧 过来上 你奶奶帮你安排了一个未婚妻 人已经到A城了 哎呀 给我安排的未婚妻 复免 哎 你可总算来了 人送你了人都甩掉了吗 哦 对了 顾奶奶让你去接未婚妻 复免你还去吧 她应该早就到月城了 现在应该在顾家里 啊 喂 绵绵 你见到顾家那个小子了吧 感觉怎么样啊 外公 我现在不想结婚 顾家 我是不会去的 我就猜到了你不会去 最提前办的卡都给你停了 外公 你这到底到哪样啊 我这次回A市可是有大事要做的 哼 什么事都比不上你和顾家那小子定乎的事的 你不和顾摩神那小子定婚就变回来了 啊 定婚 我这次回A市可是要替母亲报仇的 怎么能被男人搬出去 一定要想办法退婚 收破赖 收破赖 哎 大娘 咱俩的衣服 换换 啊 那你猜干净一点 还有呢 死角的位置 巫主未婚妻 苏大小姐来了 啊 这么土的打发 你真的是苏大小姐 苏小姐 你在这里稍作等待 我去给你泡杯茶 这位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啊 知道了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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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沫 身看到我这个丑样子 肯定会受不了 马上给我吐婚 这就是跟顾总定娃娃亲的那位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行为粗笔 长得还没我好 怎么不让我们顾总 小点声啊 再怎么说 他也是老夫人亲耻的做儿媳啊 我说错了吗 外面都在说少爷有客气命 他这都敢来 可不是 一看就是为了顾家的钱 就他一个丑八怪 别给少爷提鞋都不配 那你觉得 谁跟你家少爷提鞋比较配啊 说呀 怎么不继续说呀 说就说 我告诉你 我们少爷可是全A成女人的 能配得上我们家少爷的 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 少爷和你这个丑八怪有非论 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我看你家少爷有你这样的仆人 才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我今天就替我未婚夫好好管教你 我告诉你 我服侍了少爷五六年 少爷早就把我当作七妹妹一样对待 我要告诉少爷把你这个丑八怪赶出去 你要把谁赶出去 这不是我昨天才睡过的鸭吗 他就是跟我生 怎么是他 那天晚上的鸭 我居然把我要退婚的未婚夫当成鸭子 睡 这大死的缘分 我马生不会因此拒绝退婚吗 不行 一定不能为他知道 可是那我的女人 这个女人给我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熟悉 哎我们之前是不是 少爷你可算回来了 你看我的脸被他打的 少爷你可要为我平平理啊 少爷 没错 这就是我干的 你要是看不惯我 去把我赶出去 少爷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嚣张爬扑 这个丑八怪 洗衣 李文章 自行人给我带下去 以后我不将在顾家看到了 是 丑八怪 我就说少爷一定会把你赶出去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来 拿下 你们招错人了 少爷让你们把这个丑八怪赶出去 闭嘴 顾家不需要认不起自己身份的下人 你们在这里只需要做一件 就是服从 如果连这里的肚子 现在就可以走 少爷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少爷 你把我留在肚子家吧 少爷 不要 少爷 你要去哪啊 顾 顾 顾莫生 顾莫生 我今天呢 是过来跟你退婚的 退婚 你是听到了我客机的传闻 担心被我客死 所以后来 其实就是 我们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 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 不如把婚退了 你跟我都开心 不行 问什么 我需要一个为婚 可以进家长的内容 不行 我不同意 我告诉你 我完全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 才配合你演戏 捧奶奶开心的 放心 只要你配合我假装恩爱 条件 你随便听 外公曾经说 顾老夫人对他有份 如今顾老夫人病重 现在提出退婚 确实不太合适 条件 我暂时还没想好 先凑过 凑 跟我还凑合 没言过 顾总 到了 嗯 走吧 别忘了配合我 一会儿在寿宴上 千万不要提起退婚的事 知道了 现在还没有上去 又想想 这也是约定的一部门 莫生哥哥 莫生哥哥 没想到这么强 我们竟然一起到了 苏儿小姐 姐姐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你一直在那乡下 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和妈妈都很想你 你的这句姐姐 我可担不起 在你心里 估计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回来 这样 你就可以永远霸占 苏家大小姐这个名号了吧 姐姐 你误会我和我妈妈了 我妈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当初 你跟你那个小三妈 是怎么把我跟我妈赶出苏子 我既然回来了 就会用同样的方式 让你跟这个小三妈 出苏子 好狗不挡大火 既然你非要回来 跟我抢卧室 那我就在顾奶奶的受孕上 你们今天能来我很高兴 不懂到 这是我心心念念的孙媳妇 绵丫头吧 快来坐奶奶旁边 让奶奶好好看看 好好好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寿宴就开始吧 生日快乐奶奶 好好看看 老公 老公 你平时 不是最喜欢吃虾了吗 多吃点 啊 人就是秀恩爱呢 看我不比我气死了 姐姐刚从乡下过来 还不知道 陌生哥哥吃虾过敏 只要是明明为的 我都喜欢 明明 你这是第一次来一场 怎么能让你照顾我 你也这 谋杀欺语 你此彼此 我看姐姐是很满意 和陌生哥哥的这桩婚事 大老远呢 从乡下跑回来 连家都没死直接跑来故意 真是辜负了我妈妈的一片心 在家里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白白等了好几个小时 那真是不好意思 我呢 跟外公在乡下一起待了十几年 这实在是没有苏家人的联系方式 下次 你让姬母啊 提前跟我说 还有呢 既然 你妈在家里给你做了那么一大桌子吃的 你不心疼她在家里吃 跑到这儿来吃 今天是顾奶奶的寿路 我来这儿 当然是为了给顾奶奶过寿路 拿上来 奶奶 祝这晴晴特意向珍娜是为您求来的寿路 祝您生辰快乐 福寿无疆 真的好漂亮啊 不错不错 苏尔小姐有信了 姐姐到老远的从乡下跑来A着 肯定也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不如拿出来给我们大家观摩观摩 姐姐不会只记得陌生哥哥 恨了顾奶奶的寿路吧 怎么 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 如果有不懂得礼书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你要是没带求求我 我的帮你 等等 谁说我没带 奶奶 这个是我外公亲自为您调制的弹药 祝奶奶生日快乐 长命百岁 好好好 姐姐 这东西要是顾奶奶吃错了问题 你付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外公精通药了 这个是他专门为顾奶奶调制的 你要是真信不过 还给我 苏晴 你干什么 姐姐 你就别开玩笑了 你外公不过是一个乡也似乎懂什么药理 再说这种药丸要是吃出了问题 学了 毁了就毁了 您生了咱们的姐姐 好了 孙若小姐受了罪 别因为一点小事 伤了一件人的感觉 还是陌生哥哥说的有道理 所以 你为什么还不把药捡起来跟你姐姐同歉 什么 我只是担心奶奶的安慰 道歉 你不行再说第二个 姐姐对不起 是妹妹的错 你以为苏晴是单纯尊对我 现在你看原来苏晴喜欢顾莫申了 如果他们两个能凑到一起 也不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吗 哎下次注意 嗯 顾莫申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两个现在都是盟友啊 问问怎么了吧 哼 和你相比的话 财貌双全 小戏 顾奶奶 您觉得我妹妹苏晴怎么样 灭丫头 你这什么意思呀 顾奶奶 您不觉得 顾莫申跟我妹妹 她们两个 她刚才都喝了两个 醉了 这丫头 你刚帮过她 转头就把我卖了 我根本就没有喝酒醉什么醉 没醉没醉 醉了的人一般都说没醉 其实啊 已经醉得不轻了 棉丫头这酒量啊 还真不醉她外公 顾莫申 你照顾好绵绵 放心吧 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很好 啊 啊 顾莫申 帮我下了 我先送她回去 我没有合罪 顾莫申 顾莫申 他帮我下了 顾莫申 顾莫申 开车 开车 好的顾总 我小心 我请告你别乱来啊 喂 别自作多情 我对于你这种乳秀 我也敢想要个骗子 不可欠缺 那要最好 我对你这种处处流行的花花公子 才不感兴趣呢 花花公子 既然 我俩都相看两眼 那你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顾莫申 前面有个大坑颠簸了一下 你没事吧 我是怎么了 既然不相信那份的女人 你 我 我 你竟然对我图吗不滚 绝对不会跟你一样 自己会占我便宜 苏妍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我们俩之间 到底是谁占谁便宜 我忘了 现在丑子在路上 风能吓哭小孩 我怎么看你 你不吓 怎么可能对我 那么不快 是你自己莫名其妙的凑过来 就算我碰到你的伤口 也是你活该 我可从来没有给别人 说过我收拾你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 难道你 别偷看我洗澡 你那时候很挑剔的好吧 你这样 我还看不上呢 你看不上我 我还看不上你呢 我 我真的是 别待下去了 恐怕也要穿帮了 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提对花 这个臭渣男竟然敢亲我 一边跟苏情宝暧昧 你别来了我 他不会是想骑人之福吧 我想 我得赶紧想办法退婚 喂 老大 你不会真的要嫁给顾莫申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只是留在顾家 报答顾老太太对我的恩情 等过几天 顾老太太身体好一点 我就想办法跟那个新顾的退婚 好好好 退婚 不过老大 你现在待在顾家 那咱们之前制定的计划 还要不要执行 当然 苏家当初害得我妈妈的抑郁症跳楼自杀 还强占我妈妈留下的房产跟公司 这次我回A城 就是要拿回我妈妈当初留给我的一切 还有那些欺负过我妈妈的人 我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苏情 就是第一个 老大 我都查好了 明天就是全民音乐会的决赛 之前你一路帮她假唱 闯到决赛 这次呢 她更是拿出一百万 请你帮她赢得决赛冠军 玄瓦都在预测 苏情就是这一届的总冠军 捧她为歌坛的神呢 我穿呀穿呀穿呀 我穿你 に 不是 真是吗 这次比赛 我就要把她拉下来 对了 孟茉ны 你再他 vrai 他 tw yn 真是太可惜了呀 行了 别贫嘴了 你出去看下门 我换身衣服去 是 老大 离开一会儿 应该没什么事吧 我来帮你 谢谢啊 这个十千里 关键时刻人又跑哪儿去了 十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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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眠的事 这哪儿有什么效应 这咱们才离开多久 你就想他了 你小子 该不会是喜欢上苏眠了吧 是十千里让你来的吧 我拉练没拉上来 过来帮 五十四 我只是路过 听到声音才进来的 不知道你再换衣服 梦眠了 完啦 完啦 我在和红帽身旁闹了吧 嗯 没关系 我只是在换衣服有点不方便 要不你先出去吧 这是松衾的衣服 那么 这个小姐 您认识一个叫素眠的人 这顾莫山怎么还不走 素眠呀 不认识 顾先生 如果您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请离开吧 这位小姐还真是了解我呀 我可从来都没说过 顾 顾先生 您在A市这么有名 我这一眼认出您 应该也不奇怪吧 是 我倒是觉得 不止见过一次吧 刚刚这位小姐不是说 需要帮助吗 您可以帮你 这 这样不太好吧 你想想 听说您有未婚妻 您要是这样 才知道会出错 了解还真是了解 知道我未婚妻的 肯定 我累 换个衣服 还要戴着面具 毕竟 我可是靠脸吃饭 得保持神秘感不是吗 顾先生 您刚才 不是说要帮我 顾莫山 你怎么磨叽半天 闭上眼睛 关门出去 顾先生 我就把您背离一眼 这里今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难不成 你想和我 是要放大 你们可不是 我是 我真是想哭 是你了 这个顾沫山还挺纯奇的 落个后背就吓跑了 看我白装那么久 啊对了你放心 出东西 沐先生请放手 三里 沐先生我想 您是认错人了吧 王爵 没去过 现在你可以放手了 我还要换衣服呢 请您出去 沐先生 我的脸可是商业机密 干什么啊 让我进去 我们这租客在里面 再拦着我 我可报警了 沐先生 如果一会儿警察来 看到我们两个人这个样子 估计 明天我们两个人就生热搜了 帮他进来 老大 没事吧 不是 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这是苏小姐的私人化妆间 请你们立刻出去 否则我叫保安了 十千里 这么激动干嘛 顾先生说他认错了人 我相信 这肯定是个误会 刚才是我认错人了 非常抱歉 我先走了 什么 素有什么问题吗 没觉得这个素 和之前那晚的年纪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像 那就辛苦你了 去吵一下 比赛结束之前 我这人 陌生哥哥怎么会从素的房间里出来呢 苏小姐这么着急 是找我有什么事情 素 我可是换了高价钱你来的 一会儿上台之后 你可要好好给我表情 确保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苏小姐 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实力 我能让你一路走过决赛 走到今天 这比一样 拿冠军不是问题 你的实力我当然放心 不然我也不会花一百万 上你来帮我奖赏 只不过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既然收了我的钱 那就乖乖把嘴闭急 欢迎我假裳的事情办法 你一分钱也别心拿到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苏小姐 我的信誉 你还不放心吗 能出嫁一百万的客人不多 我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 放心吧 看在钱的面子上 今晚我一定会让你一夜成年 你知道吗 苏小姐 我有必要提醒你 顾沫山是我的人 你最好不要有任何想 一分钱都拿不到 还真是有点可惜了 老大 顾沫山说不定开始怀疑你了 那今天的计划 顾沫山 只是一个意外 今晚最快不变 杀得怎么样了 这个素 确实有点奇怪 白痴 奇怪 就奇怪 在 这个素 在网上很火 但是一点新闻资料都成了 而且 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名单 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这 我是越来越虚拎 苏小姐 您之前参加的比赛都很一般 而这次音乐会的比赛 确实出乎了我们大家的意料 请问这次有什么秘诀 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为了接近自己的唱歌水平 付出了不少努力 如果说一定要有秘诀的话 我觉得是爱的力量 回忆之努力练习 就是为了有一天 心里的那个人 能够多看我 苏小姐 您说的那个人 是故事集团的总裁 顾沫山吗 听说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他是为您专门而来的吗 这是我和沫山哥哥之间的村市 抱歉 不方便回忆 看来我这个妹妹 是要跟顾沫生吵恋情啊 老爷 你怎么来了 我自然是听说 你这种自恃高冷 日理万机的顾大少 见了未婚妻一岁之后 就开始上班迟到了 怎么 对你那个未婚妻 一见钟情啊 我留在顾家 只是为了报答顾老夫人的恩情 等过段时间 顾老夫人顺利好转了 我就和姓顾的退婚 没有 你这就不地道了 咱俩从小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 你心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 那苏眠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吧 但是他那性格一看就是你喜欢的 行了行了 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昨天 黄绝的监控系统遭了袭击 所有的监控视频都不见了 不过 我查了当天的客人访客信息 里面确实没有苏小姐的名字 没有 嗯 顾大少 会不会是你多虑了 虽然说那天晚上 你并没有看清她的长相 但人家也绝非凡凭了 和你那个未婚妻天差地别 怎么可能是她 再说了 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除了这些 还查到了些什么 诶 我还真查了点蛛丝马迹 这是附近药店的监控视频 嗨到了这个女的 穿着你的外套 确实是她 这怎么只有一个背影 但是我听说啊 那天晚上 在999宝间的客人 是一个音乐才女叫素 而且我收到消息 今天晚上 她会参加全民音乐赛决战 素 莫非 她才是那晚的女人 准备约会的门票 我现在走 老大 你可算来了 昨天的事情干得不错 没想到 你真的把黄绝所有的监控都黑了 举手之劳 老大 你在网上的作品 被网友评为了歌后 这次绝对可以把苏琴打得落花流水 在外面叫我素 你今天绝对要让苏琴也封身 我们走 是她 素 你怎么不进去 看到了不想看的人 我们一会儿再进去吧 那不是你的便宜未婚夫吗 难不成专门为你来了 莫生哥哥 你是知道我在这里专门来找我的吗 她才不是因为我来吗 走 我来这里只是找人的 苏二小姐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大家掌声欢迎 苏琴小姐 为大家带来原创歌曲 想你时风起 苏琴小姐 我都在搞什么鬼 苏琴干嘛呢 怎么还不唱 苏琴这是干嘛呢 怎么还不唱 怎么回事啊 一音乐都放了 怎么还不唱啊 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唱 如果离别 是为了 在前一年 你唱的是什么呀 就是在干什么 苏琴以前也不是这个实力呀 怎么会跑掉呢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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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等什么你快唱啊 你可是收了钱的 你要是想找什么幺蛾子的话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到时候了 这怎么回事啊 刚刚我错过的大雨 这老天 苏琴儿 你这么帅 有小姐 只不过亏待你 我怎么想到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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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自作幺蛾子 我对于你这种幺蛾 我也该想要幺蛾子 不敢去 那样子 你怎么让幺蛾子 还不敢想起 翻墨墨墨的声响 有谁远远 让风靠 带起我们的 虽然戴着面具看不清 但感觉一定是个美女 歌声这么好听 人一定长得也很漂亮 这是素 网上最火的神秘歌手素 素 竟然是素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 看到我的偶像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都出尔翻了 苏琴小姐 这台下这么多 技术看着 快快赶紧录 大新闻 怎么 你要在这对我动手啊 你怎么就见我好个顿子 从你一开始提出帮我假唱 就是为了等着今天 看我出丑是不是 苏琴小姐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不惯你假唱 欺骗观众 把你收买我 替你假唱的事情 先告诉大家而已 假唱 苏琴之前居然都是假唱 亏我之前还喜欢他 真是瞎了眼了 我恨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恨我无冤无仇 苏琴 你欠我 我会一点一点向你考 我也不会让你恨过 自己锅 柯卸 尔小姐 判中伤人 可不是什么世家小姐 陌生哥哥 是他 都是他下害的我 行了 我不是傻子 顾总 您来了 什么情况 这是顾氏集团的总裁 这是三角链吗 这瓢情花的职 没想到今天还能看到这样一出戏呢 这种情况 你们咋会说 路青小姐不是跟我说 顾总是她的人吗 现在顾总怎么 维护起别人来了 难不成是想让我保下 苏青小姐吗 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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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顾总 这真是个误会 对对对 顾总 这是个误会 刚才设备出了问题 这就是误会啊 对 你最好想清楚 再跟我说 这 我们顾总 从来不会包庇任何 一人要有一德 苏青固人假唱 七上瞒下 混淆视听 从今往后 无论大小比赛 禁止参赛 就这么办吧 那好 老大 这顾毛山看似在为你出头 实际上是在保护苏青 让他禁赛 并没有封杀 还说不会包庇 这都明晃晃的维护了 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种 以权谋死的狗男人 撤 啊 毛生哥哥 你可千万不要 被这个宿给骗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 我告诉你 我只是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 我给苏先生不提 只是让人心散 如果再有下次 人间分身 幸好苏青拦住了顾毛山 他可算做了件好事 这苏 不是唱歌的吧 是练田径的吧 这一眨眼人就没了 哎 顾毛山 叫我说 这人也跑不见了 咱别追了吧 啊 难道他真不是 你们的女人吗 毛生哥哥 你等等我 苏青 怎么哪都有你呢 毛生哥哥 我看你在追宿 我不放心 就跟过来看看 毛生哥哥 你和宿 是什么关系啊 这跟你有关系吗 哎 毛生哥哥 我家司机有事 不能来接我了 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啊 大晚上的 我送你回去 合适吗 这么大个人会有车吗 我好有事 先送他 毛生 毛生哥哥 气死我了 哎对了 苏绵在哪 苏绵啊 好像是一大清早出去了 也不知道干嘛 刚才普通人打电话说是 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第一次来一场 大晚上的 你在做什么事情走 干嘛去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给宋元打电话 他是不会忍一响的 能导 你到底是谁 雾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电话小了呢 那么久为什么 是不是只要我接了电话 顾先生以后就不再纠缠了 我只需要苏小姐 把我确认一些事情 至于我怎么做 看结果吗 老大你现在在哪啊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不是 怎么样 不知道 顾总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 或者说 结果根本就不做了 顾总只是对我这个人更感兴 这一招 果然本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果然没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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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了几杯 大半夜一个人出去喝酒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好多小哥哥 我们喝完酒还出去逛了火街 买了几身漂亮衣服 苏敏你还追不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 跟别的男人出去喝酒 还要逛街买衣服 我个人爱好你都要管 当时我们可是说好的 我只是陪你演戏 互不干扰 你别入气太深 听到我当你未婚妻了 退婚那是以后的事 只要你一天是我的未婚妻 你就不能回我的男男女出去走 他留一百万没有秘密 以后出去逛街 买衣服只能花我的钱 我只是不想丢股价的 不要白不要 有些人真的是 只许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不然我跟别的男生一起玩 自己偷偷去看苏晴的音乐会 你怎么知道我去 苏晴都发微博了 谢谢我亲爱的陌生哥哥 过来听我的音乐会 比心比心 看到没有 他专门爱他我 我想不看到都难 这么苏晴 行了行了 在我面前就不用一样 等我们两个退婚之后 你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哎哟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哎呀 我就是下楼呀 倒杯水去 奶奶 我帮你去 不用不用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奶奶 明明他害羞 要不我现在他会跑进 好 我明白 你们去 你们去 看来很快就能后上孙子了 奶奶还看着呢 没露线了 现在奶奶不在这儿了 总可以聊退婚的事情了吧 后悔了 现在就算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 我没有后悔啊 哎 我知道 我们两个的婚事是两家的事情 我们两个想退婚 肯定不是特别简单 不过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确定一个退婚的时间 然后到了这个期限 我们就 互不干扰 就真迫不及了想跟我退婚 对啊 我一天都不想多等 还不是想赶紧把位置让出来 好让你的想象能上位吗 行 既然你这么着急退婚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代表顾家主动退婚 保证不让你为难行吗 好 拉高 不是你给我退婚这么高兴是 当然开心啊 毕竟少了一棵歪脖子树 我就可以拥抱整片森林啦 好 我今天就看看到底是哪个人家下来 还能娶你 这么阴晴不定 谁又惹他了 顾莫山 你还没拉高呢 喂 林姐快看热搜 你的便宜未婚复合苏琴的爱美新闻 已经霸证热搜头条了 是啊 今日热搜 故事总裁与女明星苏琴举止亲密 疑似两人从青梅竹马步入婚姻殿堂 有意思 让我再给他们压跑 做好他们就此官宣 我就可以提前退婚 开始我的自由生活了 请问顾总 你和苏琴小姐是什么关系呢 请问顾总 对于未婚妻点赞您的亲密照 有什么看法吗 不好意思啊 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顾总呢 一会儿商业刑场 咱们请不打扰啊 哎 顾总 哎哎 顾总 顾总 不是说热搜已经压下去了吗 本来确实已经压下来了 可是 你未婚妻点赞是被网友拔出来的 所以现在又上来了一个新嘴 这个素免简直就是胡闹 行了 素免可能也就是无意间点了个赞 和你传绯闻 那苏琴小姐才是好手 这次热搜背后全是她的手 你的意思是 苏琴在背后 是 这我调查 这次人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砸这个热搜 那个苏琴小姐她给予你很久了 你不会没发现吧 当然 您经常忙于工作没发现也很正常啊 哈哈哈那也总比我们白大少 被前女友们给追上 不得不跑到我这里当助理要好 你你 行了 得马上把热搜撤下来 公司马上要上新品了 这个时候爆发花边险 他影响公司的形象 我要我认识啊 遵命 对了 明天 是有个慈善开卖会是吧 嗯 我要带着苏眠参加 你宣判一下 哦 高明啊 你这直接亮出苏眠正牌未婚妻的身份 那你和苏琴小姐那些绯闻 就复攻自破了呀 可能一个月之后就退婚了 本来不想把她戒成了 又是苏琴的那个时候 喂 那个苏琴吵着要见你 让她进来吧 嗯 你 好好站着 做好你助理的工作 嘿嘿嘿 OK 陌生哥哥 哎 陌生哥哥 那热搜怎么回事啊 你现在是姐姐名义上的未婚妇 可现在好多人都在骂我 我好害怕呀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 苏琴 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 马上发表澄清 你现在的行为 已经对我们故事的企业形象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陌生哥哥 叫我姐夫 我告诉你啊 再点对我找什么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可是我 送客 请吧 苏琴小姐 难得回来看看你 你丫头醒了 快来 快坐 你就是我那个外甥的未婚妻呀 睡到日上三肝才起 正老夫人和我这个长辈在这等你 乡下人 就是 乡下人 奶奶 这位是 绵丫头 这位是个二十年 是你能过去的 奶奶 对不起啊 起来晚了 这实在是 这实在是昨天晚上 折腾得太累了 你丫头 莫生年轻起壮 昨晚你受累了 回头我好好说说她 让她适可而止 就是奶奶 你可得好好跟她说说 奶奶 你那脾胃胃虚 不易吃荤腥的 你要多吃一些清淡的 来 拿着 谢谢奶奶 你怎么把这个镯子给她 这个镯子 怎么了吗 这可是顾家的传家宝 你就算是要给陌生的媳妇 那 那也不能是个土包子呀 她和陌生的婚事还不一定呢 奶奶 这个镯子太贵重了 这这这这我不能收 奶奶给的 拿着 燕霞 你刚才说的什么话呀 我认定的尊儿媳 就只有绵丫头一个人 陌生的妻子 也只有绵丫头一个人 顾奶奶 你还不知道吧 我表哥和苏二小姐苏晴的恋情 都上热搜了 现在网上网友都说苏晴 还是我未来的嫂子 不如这个传家宝 就留给苏晴吧 闭嘴 二生 奶奶说要你有事没到 怎么今天突然到了 表哥 我们那天是一家子都有事 所以没到 这不事情一解决 接着就来看奶奶了吗 我们还带了补品了呢 那现在看完了 可以走了 表哥 就这么着急赶我们走吗 难不成 你是害怕奶奶知道了 你和苏晴的事 要不我说你就坦白了算了 省得奶奶把传家宝 传个这个白眼狼 顾思思是吧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嫁给顾莫申 但是在名义上 我还是她的未婚妻 按辈分呢 你还应该叫我一声婊子 呗 你也呗 你不过就是一个 乡下来的野丫头而已 凭什么让我叫你嫂子 在我心中 嫂子只有一个 就是苏晴 妈 你看她 土豹子一下狠手啊 国神 你就这么看着这个土豹子欺负你妹妹 不好意思 二婶 刚才您自己也说了 我未婚期呢 在乡下待着无拘无束惯了 难免会有些脾气暴躁 但是 这嫂子教训教训 口无遮拦的妹妹也挺好 免得你自己动手 妈 你就看着这两个小飞 击到我这个长飞头上了 你还知道自己是长辈 你这个闺女也没有教养 也没有一点礼数 你自己想想这个长辈应该怎么当 管家 送客 妈 二夫人 请 跪下 跪下 奶奶 这件事情我给你解释啊 你别生气啊 气坏了身子呢 棉丫头 我们想到你刚来顾家就受委屈 你不用跪 可不是我不跟你说呀 是奶奶不上 墨山 网上你和苏晴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 必须给棉丫头解释清楚 奶奶 那网上那些都是传的绯闻 都解决完了 无风不起了 你要记住 恪守本分 尊媳妇 我只认棉丫头一个 我记住了 你放心吧 奶奶 明天 我就带着棉面 去参加资产拍卖会 我当众公布 她说我未婚妻 这还差不多 起来吧 你带棉面去好好挑一件礼物 你要敢亏待她 我饶不了你 奶奶 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 奶奶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棉丫头 你是我认定的孙媳妇 你是我认定的孙媳妇 是未来顾家的女主人 这点排场啊 还是要有的 我 都是给你挑的 不是说好了一个月后就退婚吗 我才不要陪你去公开场和露面 这钱影响太大了 我当然需要 未婚妻帮我照顾 你 你真的呀 我凭什么陪你啊 这热搜大报 有你点赞的事吧 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不是助力你和苏晴吗 你们俩官宣 这不皆大关系吗 我跟他我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好 没关系没关系 莫 这些 送给我 没有时候我们退婚了 不会让我还回来 放心吧 送你的 快点 走走走走 真不习惯了 怎么 贝本小姐 迷住啦 要不是怕你爱上我 没有戒掉我的雀斑 不然本小姐 直接闪下你的狗鱼 就这件吧 就不好吧 这是奶奶给你的 先收着吧 凡配 苏晴不愧是大明星啊 这气质简直就是 全场最亮的心 看到前天的热搜了吗 苏晴这样的大美人 和顾总那样的天之骄子 多配啊 是啊是啊 晴晴 在我心中 你才是我的嫂子 等那个苏眠一大 你可领便把它比下去的 是吗 我只希望 陌生哥哥 能多看我一眼 哇 这是哪家前景啊 好漂亮啊 这不是苏眠那个 乡下来的土丫头吗 她真是人靠衣装啊 这看起来 她的气质比苏晴还要好 苏眠这个土丫 敢欠我的风头 更烦的 哎 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 这个是名贵的珠宝 价值连城啊 啊 我刚看到了 她把蓝宝石耳环 塞进她的分布包里 是你偷了我的耳环 是你偷了我的耳环 姐姐 你怎么能做出偷盗这种丑事呢 你们这又是闹哪一出啊 我看到了你偷了 思思姐的蓝宝珊耳环 姐姐 那对耳环很贵重的 你可不可以还给思思啊 我在 我没有见过什么 说谎 我都看到了 果然乡下来的土包子 手脚就是不干净 原来是乡下来的 难怪说这种不开极 穷人就是没见过世子 看见什么好都会都会 大家别骂我姐姐了 我姐姐之前在乡下 没见过这样的珠宝 可能是太喜欢了 这样吧 那对耳环 我弟姐姐赔给思思 拿住 我都说了我没见过什么耳环 我用你在这假惺惺干嘛 果然是想下来的 没教养 苏青小姐人美心善 要帮你 你还不领情 真是不知好歹的野丫头 这么浓的一股绿茶味 你们都没闻到啊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好心好意帮你呢 你赶紧把那对耳环 还给思思吧 你要是再这样狡辨下去 我想妈都帮不了你了 你一个向下来的穷鬼 也不知道怎么会 你上当场所的 长得还挺漂亮 不知道是抱了 哪个金主的大腿吧 你们说我偷东西 有证据吗 证据都没有 就在这空口无凭的污蔑我 那看来 你们各位的教养 你告诉我 证据 搜一下不就知道了 来人给她搜身 对 搜身 搜身 我正好看看 这个妹妹的身材怎么样 只要搜身 就算找不到耳环 你也会在整个上流圈丢进里面 我看谁敢 她敢 行 保安 走身 我看谁敢动她 我看谁敢动她 顾总 这个女人偷了顾思思小姐的蓝宝石耳环 顾总 他们平白无辜污蔑我是小偷 你会为我担保的吧 你现在还代表着故事的颜面 好好跟我说话 别发点 她不会偷东西的 我以我顾思的名义 给她做担保 顾思思 顾思哥哥居然帮了她 这个女人什么来头 顾总竟然以顾思的名声替她做担保 顾总 顾思思说她的宝是耳环丢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搜一下她的包 证明一下 免得 谁喊桌子怎么办 我说什么 顾思思小姐 你这么害怕干什么 我们只不过是 修一下你的包 证明一下 耳环不在里面而已 姐姐 顾思思是故事的亲近 你这样搜人家的包 让人丢脸不好吧 妈 原来小姐 搜一下包都不行 像我这样的穷人 她得搜身呢 妹妹 刚才怎么都不出眼了 绿茶水不吻 我这是以奇人之道 闻着奇人之身 你不能走我的包 这个不就是你的包 原来是顾思思自导自演 真兴契 顾思思和苏晴要好 肯定是苏晴之时的 我想亲姐姐 不是的不是的 这件事情我毫不知情 这 这体中肯定有误会 对 是误会 我刚才把手持放在包里 可能忘记了 既然是误会 那你现在跟你嫂子道歉吧 老哥 我怎么能给一个乡下人道歉呢 顾思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算不 如果你还想继续辛苦的话 现在立刻跟你嫂子道歉 对不起 索尔小姐 姐姐 对不起啊 是我误会了 姐姐可千万不要跟我平时 唉 这次道歉就算了 苏晴 你后人 这么低级的误会 不要再放 还我丢神 你给我等着 苏晴小姐的竞拍 有人要出嫁吗 刚看到她串通诬陷姐姐 才不要拍她的东西 就是 蛇蝎心肠 素免有趣也搬得比她好看 苏晴小姐 藏品留拍 我们请出 下一个 这一切都是你拍的 姐姐今天准备拍什么 第一次来这种场合 姐姐不会没有准备藏品吧 关你什么事 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这不是关心姐姐吗 毕竟 这可是慈善才卖会 你要是拿不出东西 万一被人家朝向没有爱心 不是我先帮我 谁说我拿不出东西 拍我的表 不要 这表一看就很快 以后还要退 我先天对不起 我要准拍这个帆布包 我要准拍这个帆布包 哎呀 姐姐就拍这个东西啊 也不怕给陌生哥哥丢了你 你有干什么 苏小姐的准备 是一个帆布包 有出价的吗 一个破帆布包 有什么价值可拍 这负带的 就是垃圾堆都没人要 姐姐 你要是实在拿不出东西 你可以问问没借一个首饰 又何必 像陌生哥仔的丢手 如果没有准拍的话 这件藏品已经裹出八千万 八千万 金大师 这个帆布袋子 哪里值八千万啊 袋子的值钱 值钱的是上面的彩绘 那可是印象派大师 文森的作品 这怎么可能 文森大师是财奥物 从不轻易出作品 怎么可能在一个帆布包上 留下作品啊 我研究文森大师的作品 数十年 绝不可能出错 那独特的彩绘 恐怕这世界上 仅此一件 一个亿 一亿五千万 两个亿 两亿五千万 三个亿 还是得懂啊 差不多 文森的这件作品 估教我们自己来的八千万 又无人浪费啊 一个帆布包 怎么值得了这么多 也不跑完 偷了下不来台 五个亿 五个亿 你家这么严重 哥们 你真这么喜欢 文森的作品啊 估摩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会让你下不来台 不是 卫生哥哥 那就只是一个帆布包而已 你为什么要花五个亿 拿下它 我为我的未婚妻藏品 花一点钱 有什么问题呢 什么 她是故族的未婚妻 怪不得愿意花五个亿 在这个帆布包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啊 给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下 这是我过陌生的正牌 未婚妻 苏敏小姐 也是 故事未来的女主人 仔细看的话 那么是 还是挺有美的 好钱啊 顾总好有安全感啊 苏小姐脖子上带的是什么样的主宝 我也好想要个同款啊 我也想得到天天的恋爱 又是又是 这一面我好想混穿苏敏啊 好像是故事集团最新推出的系列 我也要拍 你什么好拍的 都别拍了 那个拍卖会的事情 虽然你不关我 我自己也能解决 不过 还是谢谢你啊 那你打算怎么切我 不过是光靠冬冬嘴吧 我今天可是一只千金 那你想怎样 我可是只卖衣不卖身的 不是我说你这一天脑子里 想的都想的是一些什么事 全是一些 手而不移的事情 我这不是怕你 手相大发不挑食吗 我 我 你 哎呀 不来这样的盘卖会 两天都没睡觉了 回去还得应付人来 帮我休息 仅此一次 看你花了五个亿的份上 花五个亿能够你一下 画的这样 我心个鬼啊 别忘了你俩在演戏呢 素免你清醒一点 顾总到家了 嘘 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他这两天辛苦了 啊 苏小姐 今天晚上拍卖会是顾总举办的 最后钱还是回到顾总的 对啊 我怎么忘了 这钱最后都到顾老师的口袋里了 我说他今天怎么出手这么大了 我说他这是一分钱都没花 我 他已经到家了 我得赶紧照顾奶奶 我原来你没有睡着你耍我 我老师 这个货必死得快 不是我说你下次能不能轻点 都出血了 你下次要是再敢耍我 就不是咬你一口这么简单了 哎哟 我的孙子孙喜回来了 奶奶 哎 两命 今天陌生的表现让你满意不满意啊 当然满意 奶奶你放心 陌生啊对我很好的 奶奶你就放心吧 谁敢对他不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奶奶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洗漱了 好好 陌生 今天专门给你炖了药膳 平时你工作挺劳累的 博一博 这 年轻人就是太保守了 这样下去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报上重孙呢 别怪奶奶 我只是帮你的一把 啊 啊 哎 等他博人在药膳里给我下药 啊 顾沫山 你出去 我我我我 这不是这不是我房间吗 嗯 怎么又走错了 我都要怀疑我自己是故意的了 你 谁让两个房间挨的这么近啊 而且这装修的这么像 是你们顾家的装修有问题 博山 绵面 啊 看来要晒 有些火了 我就等着 宝虫孙子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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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开 别动 你这 你被下药了 嗯 醋面 你干什么 好 我还想让你别演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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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今天晚上的表现还让人心动 但是我必须尽快退婚 不能有那么多前程 我爱帅哥 但是我更爱自由 真是可惜了你这张和我微博的帅力 明明 明明 昨天晚上 我身表现的怎么样啊 你满意吗 什么表现 还害羞了 奶奶都听到了 你们真硬 啊 啊 啊 还叫我便宜 啊 啊 啊 奶奶 谢谢你 很满意 不过以后这些事情 您就别操心了 好啊 居然连和奶奶给我下药 挺有心机啊 你今天网上长脑子 就是为了凑身高啊 你这脑子不会用 可以捐烟掉 我有什么理由给你下药 寄于我不算理由吗 我寄于你 你这从上到下 也就也能看 还有什么能吸引我的 再说吧 你这天天熬夜工作 说不定身体啊 怎么就狂了 今夜其外败续其中 我们两个不合适 欲擒故作 其实你早就藏不住你的 狐狸尾巴了对吧 顾默身 你干嘛 你脸上的这些斑点 是假的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比你更喜欢 我脸上的斑点是假的 烦死了 顾默身 你一大清早的神经病啊 居然藏不掉 能够做的地步 出现了一段 这可是我用特殊药水的 怎么可能藏得掉 你还好意思说 自己昨晚的晕成什么样了 这就是你用针扎我 帮我拆下船的地方 不然呢 我跟你演个戏 还得跟你现身呢 喂 脸脸 你都回来多久了 也不回来看看爸爸 今天你回家一趟 爸爸又是要和你说 不好意思 你打错人了 我爸早就翘辫子了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这么久不回家一趟 想什么话 你有病吧 凤凰男跟小三的家 你少在这恶心我 你你 那我就直说了 家里有些你妈妈的遗物 你别动我妈东西 我回来 干嘛去 早饭没吃 回苏家 这么生气 我说真的我回她 你那帐 我还没死 你就带着小三登堂入室 当初那些成果 你是忘了是吗 你就不怕天哪雷劈吧 苏念长 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爸爸 不免仗着陌生哥哥 未婚妻的身份 弄出欺负我 你一定要想办法 帮我把这份回忆 抢过来 放心吧 好好好 真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你什么意思 夸你呢 你真是女成母业 跟你那个做小三的妈一样 天天寄与着别人的胃口 你敢骂我 我的口袂女儿 这是我家 你却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了 还要挑时间吗 再说了 打你 还先当了个手呢 妈 你敢嫌弃我们家秦庆 想当初 你在那个破山沟 也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 说不定呀 是被哪个野男人解去 做小媳妇了吧 这件事你不说 我都忘了 当初要不是我外公找到 恐怕我早就在山里面喂狼了 这么多年 我不想跟你们计较 现在看来 报仇也为时不完 你 要是顾少知道你没了清白 他还会要你吗 就是 到时候 看你还有谁做依靠 说啊 把你当初 把我遗弃在大山里的事情 说出来 让我算算 谋杀儿童 够盼几年呢 蠢货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当初 就该让你和你那个妈一样 跟我妈一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够了 不要以为你是顾沫深的未婚妻 就可以无法无天 请注意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 我什么态度 我现在没心情在这里跟你们扮演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赶紧把我妈的遗物交出来 哼 想要你母亲的遗物 那就摆正你的态度 先跟你妹妹跪下来道歉 然后把我的公约交给你 我就可以考虑把你母亲的遗物给你 死丫头 想要你母亲的遗物合理 你呀就乖乖的按照我们说的做 会想 磕头道歉 你们在做什么梦呢 我妈视我为掌上明珠 绝对不会愿意向你们这群垃圾 你 你 你敢骂我们 休想得到你母亲的遗物 真是听起不知是罚警 你这么嚣张是想用顾家来压我吗 我劝你仔细行 顾莫山对你能有几分感情 苏家就 他连陪你回家都不愿意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退出婚约 然后跪下来给你妹妹道歉 你就可以把你母亲的遗物拿走 不然的话 我就砸了她 你敢 现在就跪下来道歉 你 啊 我会 让我顾莫山的哭一笑 送死 还没听过 你向我未婚妻下跪 顾总 年面啊 和他爸爸有些误会 只是吓唬吓唬他阿姨 莫山哥哥 姐姐回来就直接打了我一巴掌 而且还当众辱马长辈 我爸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想着教训他一下 有你说好的分 莫山哥哥 叫我姐夫 苏儿 如果听不懂人话 我找专人来教你 我 我是做事笑来说的很难 别招着他 凭什么 凭什么苏眠可以离歪 可以被那样的 样子待遇应该给我才 我再警告一下苏眠 你叫苏眠下跪 曾于打我的脸 不如你这些处 只要你敢 你敢 不敢 把我妈的遗物给我 你 你 你爸让我妈留给我的房子 还有我妈妈留给我的公司 这些 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向你讨回来的 我 姐夫 你和姐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留下来吃顿饭 不必了 外面还危险 我来接我个婚线给你一下 老公 这可怎么办 把这个四丫头叫回来 是让她把这个婚约 让给勤勤 这下可好 还得罪了顾总 大傻 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能掀起什么风 爸 一个苏眠当然掀不起什么风了 但是看今天陌生哥哥这个态度 像是被苏眠那个野丫头 给迷住了一样 你说 他该不会帮苏眠对付咱们家吧 这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顾莫生之所以今天为苏眠出头 那是因为苏眠是他的未婚妻 如果让我们家勤劲成为顾民 的自己 相信他 但是爸 我担心他们 我担心他们 担心什么 为父自有办法 你需要我来帮忙吗 你很闲吗 我是刚帮忙 那管理动编啊 顾莫生 你再敢说我是 信不信我咬你 在哪儿 回家 回家 好 你不走 飞 好 谢谢外公 我这等一会儿 还要去跟顾莫生约会呢 先不跟你聊啊 好好好 赶紧去约会吧 去吧去吧 yes 外公 非逼着我跟顾莫生结婚 不骗你一次 我们俩个人就算扯平了吧 师经理 我 你来我房间干嘛 那个 之前那个事 我已经和奶奶合适过了 是我 是我误会你了 你说什么 信不信 我说 我为我误会你的事情 跟你道歉 对不起 原谅你了 真的 真的 快出去吧 那你都原谅我了 你就没有什么 事情想对我说吗 说什么 没关系 什么呀 你之前不是说过 你要得回一切吗 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 你可以考虑考虑我 哦 这事 不用了 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你都说事 从你走吧 哎哎不是 不用我啊 但是不用 真不用 不用 你考虑一下 这真不用吗 不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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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叫人家亲爱的 现在叫过 找 一个大男人 糯里巴缩的 老大 你可艳福不紧 依我男人的第六感判断 顾满山很可能已经对你情根深重 闭嘴 男人是没有第六感的 说正事 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嫂子 刚收到新的消息 苏念章决定啊 调动整个苏社集团的资金 投资房地产项目 而西郊拍卖应该是他的目标 就在三日后的钟下拍卖几个 好的 我知道了 小事在必得 等下宴户开始 就按照计划行事 不要让苏念章拍下一块地皮 OK 顾满山怎么来了 满山 你也来了 各位买家朋友大家好 本厂拍卖会共拍卖8块地 4块商业用地以及4宗住宅用地 现在开始拍卖住宅用地A区 起拍价五千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万 现在开始加价 六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一亿五千万 看来苏总对这块皮也是势在必得呀 苏总一亿五千万一次 我拍还什么拍呀 两个一 苏总出价一亿五千万两次 在场还有要加价的吗 五个一 五个一 苏总啊 你从没接触到风地产 为市场不是很流行 这块地 最多也就是信 嗯 以后拍卖还是需要谨慎的 有什么不懂得给管管 没办法呀 我这也是为了给人赔罪 至于钱的事 就不劳烦你费息了 你要是实在想要的话 拍点别的地吧 这块地就算开放岳父 最多也就是 在我这个价格就得了 实际等于我的事情 不在乎的点钱 实际等于十十七 既然莫谁想要 我这个做岳父的 全当是送给你了 东西购走 以五个一的价格拍下住宅用地A区 下面我们开始拍卖商业用地B区 这块地不仅地理位置好 周围交通便利 起拍价二十亿 这块地必须拿下 二十二亿 二十五亿 三十亿 这怎么办呀 先等等看 四十亿 恭喜顾总 以四十亿的价格 拍下商业用地B区 八十亿 一百 下面我们开始拍卖最后一块地 三百亿 三百 这不是要开始吗 莫谁 你已经一口气拍下了七块房地产 这最后一块地 我不能再扔 三百五十亿 四百亿 四百亿 这不是那个苏什么 我出现的事 这又是拿过出来的 盛世集团出价四百亿一次 四百二十亿 四百二十亿 四百三十亿 四百三十亿 这盛世集团之前在A城 从来没听说过 不管了 今天这块地我必须回想 八百亿 我们期盼 恭喜你要苏总 这块地你的了 这块商业佣地打造出来的价值 最多也就五百亿 苏念章花八百亿拿下 这不是冤拿头吗 就是 你说这苏念章今天是不是气运不好 他正好不容易拍下一块地 到最后还雪空 我看你是恶意提将 你耍我这是吧 以后快卖这件事 还是要谨慎一些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自试问我 我就戴着口罩了 沐沐山不会还能认识你呢 吓死我了 幸好我跑得够快 步伐频率还是挺快的 就是腿短的 这位先生你认错人吗 哼 好久不见 未婚妻 啊呀 沐先生 好巧啊 在这碰到你了 我这未婚妻还有这一组 若若 假扮成清洁工到这来着吗 唉 那不是 苏念章今天在这吗 我就想着过来凑个热闹 谁知道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来 就吃好应平这点清洁工了 凑热闹 你不是一直想对付苏念章吗 怎么 想把地坑干净 好摔死我 我 唉 对啊 虽然概率很小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嗯 人物做完了 走吧 哎 我说顾陌生今天怎么在这儿啊 原来都是因为你啊 苏眠 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谋划 我看呀 就是你平时坏事做多了 早报应了吧 苏眠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爹呢 你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 别在这儿给我提什么你是我父亲 我都觉得恶心 你 你 看来今天不好好教训你 翻天了 你 咳 咳 孙念章 挡着我的面 推我未婚妻同学 挡我脸 顾总 我管教自己的女儿是应该跟你没关系吧 我只知道他现在是 他只要是我一顶 我可认为 四年不能量 我陌生也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一个一个骑在我头上 喂 我要跟你合作 做掉四年 搬到 孙默胜 好 他愣着干嘛 上车 顾默胜 你是开车去了汤飞品回收站吗 我看你还怎么做后 我这间车戒白夜开了几天 也不知道给我塞了什么老子花糟的东西 做副驾呗 你 这 谁又说我坏话 你手里拿到什么 哎呀 我拿了点药 奇怪 我这也不发烧呀 怎么一直打喷你 你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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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这事 你说 你谈过 正经恋爱 正经恋爱 都是没谈过 不过我女朋友 可多了去啊 嗯 我可是万花情中共 遍夜不沾身 嘿嘿 这就挺好 哎呀 可千万别谈什么正经恋爱 啊 不是 郭某山 你 怎么满面桃花的 你中学了你 有时候啊 真体羡慕我 我老是爸的 有个正经恋爱的 你 你 你不是 我不管你是谁啊 从顾摩身身上下来 哎 这玩意就对了 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帮你摆好啊 啊对了 你知道如果要给女孩道歉的话 我要送什么礼物 可以表现得又诚意一点 送女生礼物 你送你那个小娇妻 你是送你那个小娇妻 莫生哥哥要给宋明那个野丫头送你了 那你那个叶晴的对象 你做不少了 你可是找他找了那么久 是叶晴对象的 那就是一个意外 你对吗 经过后面就看到我被想整的他 不如大 我现在 爸爸已经查到了 半个月前在黄爵酒店 顾摩身被人追杀 有一个女孩救了他 他们俩发生了关系 顾摩身一直在找这个女孩 看来还真有这事 只是不会出什么差吧 万一那个女人要是突然出现 放心吧 顾摩身找了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见 那就说明了 那个女孩根本不想让他找见 这后面的事情啊 你就按照爸爸安排的计划去做 到时候 李时郎会配合 这件多少钱 笑 这不是我那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姐姐吗 什么 被陌生哥哥嫌弃了 还想着打扮自己 哎 我就说我怎么这么想吐 原来是这里有一个让让恶心的人 真是影响人心情 苏敏 我知道你呀天子 但我还是想要提醒 气力这个东西呢 是由内而外的 不管你再怎么打扮自己 生机也不可能变成凤 你永远都是那个胜不得谈面的土包子 我今天呢 不想跟你纠缠 你要是不想吃巴掌的话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这件帮我包起来 苏敏 你知道这里的衣服都多少钱吗 你一个一球二百的土包子 连这里的一双袜子都没起 这件衣服 我买了 帮我丢到外面的垃圾桶 苏敏 你今天就是过来给我找茶的是吧 天呐 这可是VVIP金卡 这位小姐 您是本店尊贵的大客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这个穷三鬼冲撞了本小姐 让他给我跪下道歉 否则你们这家店 我以后再也不会 这位小姐 因为您影响到我们尊贵的客户的购物心情 所以请您出去 你这翻领真是比翻书还快 不就是钱吗 陆小姐 陆小姐 骑人太甚了 陆小姐 骑人太甚了 陆小姐 我是本店的店长 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 这又是哪儿爆出来的 我怎么不记得 我还认识这么一号人 姐先走人吧 我们店不需要像你这样踩低败高的人 历总 我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赶出去 护客就是上帝 你是店长是吧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们家VVIP客户的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们家倒闭 VVIP又怎样 本店宁愿倒闭 也不欢迎你这样恶毒的用户 你 滚 我等着 你就等着落入我们的圈套吧 您还好吗 没关系 你没事吧 第一次见面 请您自咒 不好意思啊 在下行李 我只是看您脸色有点苍白 看起来您身体不太舒服 要不 我送您去医院吧 谢谢 不用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女人警惕性还真是高啊 历总 错语拥抱的照片已经拍好了 嗯 把照片放到网上 闹得越大越好了 就当是我送给她的见面了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没错 已经怀孕四周了 医生 你这 是不是弄错了 我明明吃了避孕药 我 怎么可能怀孕 避孕药呢 也不是绝对的 还是有怀孕的可能 这个孩子来得太意外了 我还得退婚了 漂亮姐姐 漂亮姐姐 你有看到我的纸飞机吗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在等爸爸妈妈妈妈回了小宝宝 在宝宝做检查 漂亮姐姐 你也回了小宝宝吗 我 你很幸运哦 你选择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妈妈 小宝宝现在是听不到的 听得到的 小宝宝自己选择的妈妈会努力听到的 宝宝来我们回家吧 选择了 我一定不会过负你的选择的 喂 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好 毕竟是顾莫生的孩子 还是有必要告诉他一下的 顾莫生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好 我在办公室等你 你怎么又来了 这是我的私人办公室请你出去 莫生哥哥你放心 我说完一件事情我就错了 柳子快说 我知道 你已经和姐姐订婚了 但是 自从黄学酒店那一晚之后 我 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呢 你说什么 黄学酒店那晚的人是你 你是我 你是我 我原以为你会记得我 谁知道你竟然和姐姐订婚了 我虽然喜欢你 但是我也不能和姐姐去 我今天过来 就是跟你表白心意的 先前还以为 顾莫生是什么值得托付的人 现在看来是我看错了 孩子 既然你父亲不靠谱的话 那妈妈就自己养你 苏绵小姐 你怎么在这 你少陌生 陌生哥哥 苏绵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苏绵 你怎么在他办公室 你俩在办公室里干了什么 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姐姐 你千万别误会 我和陌生哥哥不是你 想的那样的 误会 你大白天眼巴巴的 跑到别人未婚妇的办公室 还搂搂抱 你说这是误会 你当我眼瞎 陌生哥哥 你赶紧和姐姐解释一下 我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闭嘴 苏绵 好了 我不关心你们两个人 是什么关系 苏绵小姐 这真的有可能是误会 我觉得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是吗 误会 好 顾莫生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身为我的未婚夫 大白天跟其他女人 搂搂抱抱 到底是什么误会 我 我还没有查清楚 苏绵到底是不是 那位的女人 现在把事情告诉苏绵 只会更乱 今天的事情 我以后也会再跟你想 算了 我也没有兴趣听 苏绵 你刚才说有事找我 什么事 没什么 我发神经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我好人做好事 捡了些垃圾 准备丢掉 苏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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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生哥哥 我们之间就这样算了吗 人之间又怎么了 说说 你要是再多嘴 我就把你的地址告诉你 前女友吧 别别别别 我马上去工作 我爱工作 工作爱我 走喽 还有你 苏绵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会补偿你 但是我有未婚妻 请你自重 好吗 没关系 只要我喜欢陌生哥哥就可以 松开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请回吧 苏小姐 全拍下来了 很好 把这照片发给苏绵 是 只要让陌生哥哥相信我的事 听我的魅力 一定能让陌生哥哥喜欢上 喂 丽总 我这边已经成功让苏绵误 你那边 可要抓紧和苏绵 拉进去 还说跟苏情没什么关系 骗鬼呢 喂 苏小姐 我们热搜的事 给您添麻烦了 因为我想请苏绵酒喝杯茶 不知道您肯不肯赏脸 好啊 丽总 明朗我一定陪您喝茶 你们一会进包厢之后 就去找里面的人喝酒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他给我灌醉 事成之后 这些钱 这都是我 放心 别人喝酒这件事 搁几个手 你们是谁 战了我们的包奸 还问我们是谁 这是我的包奸 出去 我说这包奸是我的 可就是 哦 是来挑事的 我今天不想跟你们掰扯 你们想要就让给你们喽 走什么走啊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看见我手里的酒了吗 已经那样是喝不完 看就别想走 我今天不想 你们赶紧给我滚 啊 这女人还挺横啊 你们要给我按住她 好不滚死了 姐姐 哦 这些人 是你找过来的吧 跟你一样 都是垃圾 你 我告诉你 顾莫生夫人的位置 一定是我的 你休想给我抢 哦 是吗 可是 我现在才是顾莫生的未婚妻 而你 只是一个寄予别人未婚夫的第三者 跟你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妈一样 干嘛 还想动手打我 你打得怪我吗 别不自量力了 你就算是霸占着陌生哥哥 未婚妻的位置那又怎么样 他不过是利用你 哄好奶奶 见证董事长的位置 等他当上董事长之后 你 就会被死不及出门了 你刚才说有事找我 什么事 没什么 我发神经 松眠着晃 一定有事 白叶 去查一下 苏绵现在在哪里 怎么 想追气了 好好好 马上查 喂 帮我查一下苏绵在哪 怎么了 你未婚妻约了历师了 在查房 什么 好样 我倒要看看 他们在查房 到底在干什么 等他当上董事长之后 你就会被扫地出门了 我会不会被扫地出门 不知道 但是你 肯定进不了顾家的门 因为顾家 不是垃圾回收镇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刚刚不是很猖狂吗 继续打呀 苏绵 你放开我 苏绵这个女人肯定失手了 真是尘世不足 败事有语 我警告你 今天我不想把 下次就不一定了 哎 这是我的抱歉 苏秦小姐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的抱歉 苏秦小姐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 立顺是不欢迎吗 欢迎 当然欢迎 不过这些人是 这些人 当然是苏小姐请来 陪我喝酒 苏小姐 你看 你的人都已经倒了一地了 还是让他们赶紧出 起来 来 滚出去 苏绵 怎么走这桥 哎 走路小心点 别撞门上了 你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让您遇到这些事情 实在抱歉 这又不管你的事 是苏秦 故意挑事 苏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最近怎么总是头晕 难道是怀孕的员工 苏小姐 我还是扶您先出去吧 多谢 陌生哥哥 你怎么来了 姐姐不在这里 哎 陌生哥哥 这包厢里面没人 你就别进去了 看来苏绵果然在里面 不不不 陌生哥哥 姐姐不在 你千万别进去 让开 苏绵 让开 苏绵 姐姐 我已经尽力在帮你打掩护了 苏绵 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 解释 你跟别人搂搂抱抱的时候 也没跟我解释啊 你什么时候跟历史郎混在一起的 哎 顾总 我只是因为前段时间和苏绵小姐热搜照片的事 所以这次特意请她出来喝杯茶 致歉而已 你不要多想 我在和她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陌生哥哥你别生气 姐姐出来A城 想起这些朋友 这是正常的 苏绵 过来 凭什么 凭我是你未婚夫 未婚夫 我可没有跟别人拉拉扯扯 搂搂抱抱的未婚夫 我和苏绵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后来会向你解释的 苏绵小姐 既然顾总今天不方便解释 那我们也不好为难她 毕竟这每个人嘛 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是啊姐姐 我和陌生哥哥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责坏他呀 你少在这儿恶心我 信不信我打你 陌生哥哥 算了 还是也快退婚 顾总 以后你就各玩各的 互不干扰 再见 站住 谁说要跟你互不干扰 再见 站住 谁说了要跟你互不干扰 跟我走 干什么 放开 陌生哥哥 不走 滚 放我下来 陌生你放我下来 苏绵 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什么了 苏绵 我警告你 你别跟那个丽世郎走太近 他这个人居心火蹭 你不知道 那你怎么不离苏情远 你把我跟丽世郎说得那么不堪 背地里去迷惑你这个小情人 你能不能不要把我苏情 想得这么早 你在办公室让他抱你干什么 所以我还怕我误会你 给时间让你解释 可你都跟我解释了些什么 陌老师 我原本以为你品德上家 洁身自好 还兴诚诚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可以相依相伴的人 可事实证明我瞎了眼 当时居然还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喜欢我 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只听到这一句 我才没说我喜欢你 你和苏情纠缠不清 现在 现在还来亲我 滚开 我嫌你脏 苏绵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 我和苏情没有关系 我要怎么相信你 单凭你的一张嘴啊 苏绵 我发誓 我顾莫山要是和苏情 有半点关系 天打雷批 不得好死 够了 苏绵 我向你保证 我爱的只有你 顾太太只会是你 不能是任何人 其他人不配 听哭了 我才没哭呢 只是 眼睛里已经杀走 回家 这地方哪来的杀子 苏绵 我向你保证 我顾莫山只喜欢你一个人 如果我顾莫山和苏心 有半点关系 天打雷批 不得好死 也许 真的是我误会了顾莫山 如果他真的是我顾客 那孩子的事 我也可以干嘛 这支付架 你不能进 我走开 我找苏绵 苏绵在哪 丁小姐 我实在拦不住他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闺女 把那八百亿 输得一分都不剩了 现在 现在我身无分文 你能救救爸爸妈妈 爸爸 你是谁的爸爸 你可别忘了 几天前 我们就已经断绝了 妇女关系 啊不 早在十几年前 你把我扔在乡下 自生自灭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是妇女 爸不是人 爸对不起 既然你不想帮我 爸爸也不会忍心勉强你 这是苏氏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爸现在给你 你一定不要拒绝爸爸 就当是这么多年 对你的股份 爸能给你的 就这么一点 我要是接了这段 苏氏集团几百亿的负债 就落我逃上了 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接了苏氏集团的股份 就相当于跟你 保在了一条船上 到时候 你就会逼我跟顾莫生 借钱来救苏家 你这算盘 打得很真够 我告诉你 我不仅不会救苏氏 还有一份大礼 送给你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不许他再进来 是 苏先生请吧 你快让开 好你 我看你是 绑上了顾莫生这个大腿 要翻脸不认人 你不会真的以为 顾莫生就是一个 能靠得住的 你不会真的以为 顾莫生就是一个 能靠得住的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顾莫生之所以娶你 那是为了讨好 他的奶奶 跑去竞争 董事长的位置而已 他一直喜欢的人 只有小情 同样的话 苏晴已经跟我说过了 你还有其他 什么要说的吗 我知道现在 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会认为 我们是在挑拨离间 难道不是吗 顾莫生要是 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挑拨 你俩随便一对 我们的话不就被说破了 可是 你问顾莫生 到底跟苏晴 什么关系的时候 他有运气之间 他跟我说 他跟苏晴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谎话你也行 那他有没有 跟你解释清楚 他跟苏晴 在办公室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 顾莫生一直以来 喜欢的都是苏晴 之所以娶你 就是过于无奈 要不是为了董事长 这个位置 也不会 顾莫生本来就是 顾家长子 以后自然会继承 董事长的位置 他有什么理由 为了董事长 这个位置 去委屈求全 你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神 他二神一家 一直虎视眈眈的 盯视着董事长 这个位置 一旦他跟你退 他的名义 就会受影响 他还可能得到 董事长的位置吗 等到他得到了 董事长的位置 就会把你一脚踹开 小弟出门 闭嘴 把他给我赶出去 就现在醒吧 苏小姐你没事吧 快 快送我去医院 苏小姐 他也没事 只是以后 情绪波动不要这么大 好好养身体 知道了 谢谢医生 丈夫怎么没来 没跟你一起产检吗 他 他比较忙 可能 没时间 菜忙也得陪老婆产检 什么事都抵不过 老婆孩子 谢谢医生 我先走了 孩子的事 到底要不要告诉 顾沫神 宝宝 妈妈真是被你吵死了 沫神哥哥 你喊我了有什么事 沫神哥哥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怀的是你的孩子 不信的话你看 这怎么可能 这可能不可能 沫神哥哥 虽然我怀了你的孩子 但是你放心 我是觉得不会打扰你和姐姐的 我喊你过来 只是因为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有权利知道他的存在 花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 和我们在酒店的时间 刚好对待上 一招应见到人 也不能说没问题 兴许是我造谋 你放心 如果孩子真是我的 我肯定会负责到底 你去休息 我再叫医生过来 跟你检查一下身体 怎么样 苏晴小姐的确怀孕一个月了 好好把你念识 帮我骗过顾沫神 这卡里的五十万 就是你的了 苏晴姐放心 我一定帮您做的天衣无缝 现在还没有出去证明 苏晴就是那晚的女人 这件事 还有我的调查 陌生哥哥 怎么了 好 没什么 既然怀孕了的话 先好好休息 养身体 陌生哥哥 我怀了你的孩子 我要怎么向姐姐交代 什么 苏晴 竟然怀了顾陌生的孩子 顾陌生一直以来 喜欢的都是苏晴 之所以娶你呢 只是迫于无奈 他奶奶逼着他 要不是为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他也不会疼 苏敏 你怎么也来医院了 姐姐 苏敏 你怎么来医院了 哪里不舒服 我身体怎么样 不劳烦你费心 还是怎么回事 他 顾陌生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我在你办公室 撞进你们两个人 搂搂抱抱 今天在这儿 又被我撞见了 可真是巧 苏敏 这件事情我可以和你解释 好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你解释 你说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来医院是苏晴他 姐姐 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我硬拉着陌生哥哥过来的 你有什么气就冲我来吧 千万别误会陌生哥哥 想发火 美美美美不敢 只要姐姐和陌生哥哥之间不生详细 姐姐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把嘴闭上 苏敏 你先跟我走 这件事情我会跟你讲清楚的 我的认识灯 好手段 怀孕了 姐姐千万别误会 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陌生哥哥的 顾陌生 这孩子 是谁的 这孩子 是谁的 这孩子 苏敏 有些事情我确实没有调查清楚 但是我不想逼你 等我把这一切都查清楚 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买都告诉你 所以 你并没有否认苏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苏敏 陌生也没说孩子是他的呀 别多想啊 苏敏 哪里不舒服 放开我 不需要你扶我 苏敏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担子 不是什么担子 乱捡得废纸而已 放开 我要先走了 苏敏 别跟着我 苏敏 陌生哥哥 苏清小姐 你现在是怀孕了 你应该好好休息 我送你回去 你起开 陌生哥哥 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啊 苏清 我告诉你 就算你真是久着那晚的女人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别再给我耍什么把戏了 陌生哥哥 我 你 只能把戏了 你 只能把戏了 我 顾莫深 你这个渣男果然靠不住 爸爸他是个渣男 妈妈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你的存在 喂 谁啊 老大 是我 石家里 有事快说 好嘞 老大 我查到你那个妹妹 在顾默身面前冒出你的身份 说她就是那天晚上 和顾默身在一起的女人 哦 是吗 不是 老大 你怎么这么平静啊 你不应该去揭穿她吗 揭穿什么 揭穿她 守顾你的爱情啊 如果用一夜情的身份 就能让顾默身动 那她是喜欢我 还是喜欢你夜情的身份 这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跟顾默身退婚 我要去 留住 查出来了 苏明这两天在苏家待着 哪也没去 你要不要赶紧给人扶个转 把人接回来 扶软有用 她现在这样的 比过年的珠海难安 我能接她回来吗 不需要你扶我 苏敏 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陌生哥哥 可以进来吗 是苏晴 看她又要搞什么事 苏小姐 请 陌生哥哥 你有什么事 陌生哥哥 上次在医院 是我不好 舍得你和姐姐弄了误会 所以我今天特地熬了粥 给你道歉来了 苏晴小姐还真有意思呀 人家道歉送礼物 你道歉送粥 陌生哥哥 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粥了 你快尝一尝 老祖 陌生哥哥 老祖 我知道陌生哥哥不喜欢 我喜欢我姐姐 我也不是上赶着找个不通款 你现在就是在找不通款 我 陌生哥哥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今天真的是 承熙承熠来给你道歉的 我知道 你想接着董事长的位置 所以我们苏家 一定会支持你的 苏小姐还真是无私呀 苏家都自身难保了 还在这儿抢着帮陌生呢 你可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佩服 佩服呀 你出去 我就不 白雁 你先出去吧 我倒想看看 苏小姐还要干什么 陌生哥哥 这可是我特意熬了好久的钟 你好歹也尝一尝 怎么了 陌生哥哥 你怎么不喝啊 你喝一口 这不好吧 这可是我专门问你熬的钟 我怎么能喝 知不知道你对我下药的后果是什么 陌生哥哥 我错了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怎么能这样说 我还应该要感谢你才对 感谢我 白雁 又怎么了 我的顾带上 把苏小姐请出去 请吧苏小姐 哎 你都被下药了你还喝 送我去见苏眠 哦 你小子 苏家的人今天都不在 会是谁呢 怎么样 惊不惊喜啊 白雁 你 你怎么进来的 苏眠 我送了个爱情大礼包 切好 不用谢我 哎 哎 哎 你 你把人给我带走 苏眠山你帮我下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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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莫山 你是不是被人下药了 嗯 谁给你下的药 哎 哎 是苏晴是吧 是 我跟他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了 你跟苏晴有没有什么关系 关我什么事 哎 苏眠 顾莫山我告诉你 以后你去找完苏晴不要到我这儿来 我这又不是什么生荣所 你生气了 这么明显吗 苏眠 我要是跟苏晴有半点私情的话 那还用得着给我下药吗 再说了 如果我是真的喜欢他 为什么他给我下药的时候 我来找你呢 我直接找他不就行了吗 你敢 帮帮我呗 所以你帮帮我好不好 自己惹的事情自己解决 我才不要帮你 苏眠 我自己不行 你帮帮我 等等 我姨妈来了不方便 你姨妈不是七号吗 那还远着呢 怎么可能会来 不能让她知道我怀孕的事 那 那是因为 我姨妈什么时候来 我都让人自己清楚 你什么人啊 还算别人姨妈日期 别给我转移话题了 我转移什么话题了 苏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真的没有 我 真的没有 别给我撒谎 我们身果然聪明 什么都瞒不过他 吓 吓死我了 差一点就露馅了 真 狗男人 你不是 官司 你不是 是 是 苏敏 你好样的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单词 不是什么单词 我捡的废纸而已 苏敏一定有事瞒着我 阿燕 去帮我查一下 苏敏那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还有 再仔细给我查查苏晴 她到底有没有怀孕 医生 宝宝怎么样 苏小姐放心 孩子是没问题 只是我看你有点营养不良 母体营养跟不上 会影响孩子 这样 我给你开点保胎药 你回去好好养一养 按这个纸 谢谢医生 宝宝 等以后你长大了 妈妈就带你环游世界 咱们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自由自在 沐沐深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 这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管得那么宽 我想来就来了 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你还给我 这是什么药 胃药啊 我那个最近胃有点不舒服 眼胃 这是保胎药 对 就是保胎药 我怀孕了 怎么 你昨晚不让我动你 就是因为这个 是 你怀孕一个月了 罗敏 你就是一个月前 和我在酒店的那个人 时间刚好对得上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 就因为我有一个月的身孕 你就断定我是那个人 那现在世界上 有一个月身孕的人 多了去了 难道 他们都是你 一夜情的对象吗 我告诉你 不是你一夜情的对象 这个孩子 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丽世郎他吗 是谁的跟你没关系 我劝你现在有时间 还是赶紧去把 退婚协议给签了 我们两个人 好聚好散 苏敏 你要是不签的话 我就告诉奶奶 你和苏晴不清不楚的 让奶奶坐手 替我退婚 行 好 你有本事 那个假意生招了 苏晴根本就没有怀孕 还有你那个一夜情 对象的人 就是他在骗你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骗我就要付出代价 过两天 房地上排卖会 要让苏家堵上 却不深情 却不 莫生哥哥 他有脸来 先别着急发作 配合我 演出戏忽悠苏家人 我不谢演戏 我也还不行吗 苏总 配合我一下 要不然我怎么 给苏家人下套啊 进来吧 莫生哥哥 昨天我真的是 一时鬼迷心枪 你可以原谅我吗 哦 他的意思是 他原谅你了 真的吗 莫生哥哥 那个苏小姐 你找莫生 有什么事吗 哦 我爸爸不知道 最近得做了什么 仇家 最近有好多公司 联合起来 挤压我们 所以 莫生哥哥 可以再帮帮我们 啊 这个好办 你们可以投资 新方向呀 明天有一个房地产 开发拍卖会 你们拍下个新的DP开发 这不就翻身了吗 可是 不知道我们家公司的资金 还能不能 这是我们开发地址 我们顾总可以 给你们贷款呀 真的吗 莫生哥哥 哎 好了 相信我 是真的啊 怎么怎么怎么 回去跟你爸 好好准备准备啊 你倒也不全是 一无十处 红女人这事 我在行 说 缅姐 好消息 苏家这几天 在场的资产 说是原药产业 被打压得快撑不下去了 准备进军 房地产房业 这是要缩哈的意思 缩哈好呀 正好这次 我让他血本无归 你是不是有什么 整什么的办法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明天我会以素的身份出席 你帮我安排一下 小问题 缅姐 不过你现在身无分文 怎么拍地产 没钱我也能在拍卖会玩出花来 不是 你就等着瞧 好 这不是神秘巨星宿问吗 他不是进军娱乐圈的吗 怎么也来进军房地产啊 你们这也太狭隘了吧 明星就不能创业吗 况且 我今天可是有内部消息 什么内部消息啊 这我可分告 说不定这个宿 真有什么的一部消息 我得盯紧他要买什么 我问你啊 你确定 顾氏会给 咱们送费款吗 当然确定 博生哥哥 好 承蒙顾总相职 我们顾总 最近因为忙得 竞选董事长的事 烦心着呢 心情不好 不要打扰 放心 我们顾总 会帮你 你是浪的个靠不住的 你 现在计划迟迟不成功 早知道现在 这么急需不实的贷款 还不如早早 拔进顾摩山 宝贝宁 咱们苏家的前程 那全靠你了 你一定要抓住 顾摩山的心 放心吧 爸 各位 本场拍卖会 共拍九块地 下面我来介绍第一块 这块地 毗邻多所学校和商场 起拍价五十亿 现在开始加价 五十五亿 六十亿 七十亿 七十五亿 这块地的利润 大概有八十亿 只要不超过八十亿的价格 多七十 七十九亿 苏 我女神 你跟苏那边好好配合 爸爸 就是他 害得我讲什么事情办了 我不能再输给他 你一定要把这位地 给抢下来 这可是八十亿 可惜故事 不做房地产 不然这块地 一百亿也值啊 我来到手上 错了 七十九亿一次 八十亿 九十亿 九十五亿 哎呀 我这预算不够呀 算了 谢谢爸爸 九十五亿一次 九十五亿两次 九十五亿三次 成交 蠢货 接下来介绍第二块地 这块地位于金融圈的黄金地段 起拍价八十亿 一百亿 这位到底什么来头 感觉出了我这么干脆 听说人家有那一部消息 一百二十亿 一百二十九亿 你 怎么了爸爸 这个手 它每次都卡在我 预计的最高级 我有过啊 这块地 也就最多是一百三十 听说啊 金融圈要大量引入外资 可是现在那些外资公司 连写字楼的位置都没有 一百三十亿 真是纯到家了 一百五十亿 这肯定这么穷最不少 想来引入外资的事是真的 一百六十亿 怎么样 关于郊区的那块地 谣言散播出去了吗 放心 早失了 那就等着这种东西 东西苏总 不能再拍了 最重要的是拍下最后那块地 有信息差 大赚一赚 放心吧 爸爸一定借着房地产翻身 然后拿钱把你砸到娱乐圈 当明星 谢谢爸爸 陌生的哥 你怎么不拍啊 顾总正忙着审批你们的贷款申请呢 你就先别打扰他 让你爸 使劲拍 好吧 接下来我们拍卖最后一块地 这块地位于郊区 风景优美 生态环境良好 起拍价四十亿 郊区的地值几个钱 可是有传言说了 这块地将要被政府列为旅游度假区了 这要是真的 那可就真的大赚一笔啊 真的假的 孙 这块地一定花钱 我们有可靠消息 看他那样子 难道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咱们这块地可不能送 五十亿 五十亿 一百亿 故事集团这太多了 难道这块地 真的要被化为旅游度假区了 郭总怎么可能做亏本的买卖 郭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到了一点 小多消息 对这块地有点 宝贝女儿 爸爸就指望着这块地翻身 你快好好劝劝郭总 墨轩哥哥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 你能不能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 把这块地让给苏家 我帮你劝劝郭总 你想干嘛呀 小宝贝 把这块地 让苏家把全部伸在北京去 好行 我知道了 我刚才已经帮你问过郭总了 郭总同意把这块地让给您了 你们赶紧争取一下啊 陌生哥哥 行行行 赶紧让你爸拍去啊 爸 陌生哥哥同意让给我们 一定要把这块地拿下 120亿 130亿 你们不好意思了苏总 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 150亿 180亿 本来还以为这块废地卖不出去呢 怎么这都抢起来了 200亿 250亿 260 谁都别想给我抢这个度假团 300亿 300亿 苏总好获利 苏总好获利呀 300亿 这也太狠了吧 苏总能拿得出来吗 你不懂 人家放上故事了 故事能拿得出来不就行了 承让了各位 爸 这300亿是不是太高了 这块地有那么值钱吗 放心吧 这块地被分为旅游度假区 到时候花多少钱 都可以赚回来 300亿一次 300亿两次 300亿第三次 成江 本场拍卖会圆满结束 劳烦各位到后台付款 签合同 哎哎哎哎 故事 不知道 我对公司申请的贷款 审批过了吗 我们这还着急 用钱签合同呢 对啊 陌生哥哥 这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贷款申请被否论 啊 这 这 问题出现在哪了 我们还指望这笔钱呢 是因为苏某 没有好好打点 你们故事高层吗 对啊 陌生哥哥 谁敢在故事和你作对啊 故事 没有人敢和我们顾总作对 是顾总自己否定的 副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故事找不到理由 给你们贷款 毕竟顾总不欠苏小姐什么 你说是吧 苏秦小姐 你们都知道了 当然 苏小姐贸任别人一夜情的对象 贤恩图报那么久 就没想过暴露了怎么办 顾陌生既然已经知道了 苏秦不是那晚和他在酒店的人 那我何不借着素的身份 再加一把货 不是这样的 陌生哥哥 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万不得已向我 我才骗了你 哎呀 看来这个顽总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场戏 苏 和你无冤无扯 你为什么要在金家地受害我 你冒充我 顾总救命恩人的身份 你还有脸来质问我 你什么意思 那我的女人是你 你有什么证据 顾总 是要我说出来 你身上的胎界在哪吗 你 我的女生和我最好的兄弟 完了 我失恋了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你 你 瞧瞧 我为苏氏的女儿 要保持体面 故事不给咱们贷款 咱们还有银行 别忘了 爸爸还有一块 旅游度假区项目 我保证咱们苏氏 可以东山再起 苏总不会真的相信 那块地会成为旅游度假区吧 你 你怎么又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块地发现了珍稀纸 马上就会被划分为禁止开发区 我用三百一 我买了一块飞机 快走吧 这俩人都疯了 别一会儿把我门给传着 走吧 莫生哥哥 莫生哥哥 我是真的爱你啊 放开你这个疯子 等等我呀 莫生哥哥 莫生哥哥 完了 完了 我们苏家居然完了 快 立东 立东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苏家 除了分 我可救不了你 李 李师郎 都是你出了苏主意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沦落到基杰 苏秦小姐 孩子你落到如此境地的 可不是 是苏眠 什么意思 我刚才查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消息 你知道吗 那个神秘巨星 苏 是苏眠小姐 苏小姐 等一下 顾先生 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像苏眠 想见识一下 苏小姐的真人 顾先生 你想看我面具下的这张脸 是想看我够不够漂亮 好跟我 就情复燃吗 我 我倒是不介意 只不过 你的未婚妻怎么办 重色不一样 脸上没有缺 都不是索 我和我未婚妻不可能退回 你的脸不用看了 顾总 那看来 您对您未婚妻 可真是一往情深啊 我和我未婚妻的感情很好 撒谎 谁跟你感情好 是吗 可是我听说 你只是拿你的未婚妻 当做你竞选董事长位置的筹码 她怎么可能会是筹码 我告诉你 我很爱她 珍惜 还是演戏 之前那件事情 抱歉 我会给你十个亿的补偿 但是 我请苏小姐出光发展 为什么 因为之前苏情 让我找了教训 所以 我不想再留下什么 会破坏我和我未婚妻 感情的人 还有 只要不涉及到感情方面的条件 您请关提 很抱歉 需要请苏小姐离开 顾默胜 你说的话 到底是真实件 明姐 顾祖为什么赶你走 她怕我知道 她跟苏的身份 会影响我跟她之间的感情 你没告诉她 你就是苏啊 没有 为什么呀 姐 别想了 今天可是苏家倒台的好日子 我们重划了这么久 终于成功了 你不高兴吗 确实应该高兴 可我只觉得悲凉 苏念章那样的蠢祸 那么低劣的手段 都能避死我妈妈 你说 我妈妈她是不是很蠢 是 我一直告诫我自己 不要像我妈妈一样 相信男人 相信爱情 可是面对顾默胜 我要动摇了 我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说当年 苏念章是不是就这样骗到我妈妈的 我是不是 也要步入我妈妈的后尘了 不不不 老大 我觉得吧 顾总和苏念章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留下来了 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 观察一个月 没错 我觉得吧 顾总绝对没问题 顾默胜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月证明自己 回顾家 姐 你想通了 我要去看看顾默胜 到底有没有资格做我孩子的父亲 怎么 不欢迎我 来跟我退婚的是吗 既然你不欢迎我 我就先走了 孩子是我的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他查出来我就是素了 意思就是 只要你不跟我退婚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 顾默胜 你疯了 你愿意替别人养孩子 我愿意 只要你能留下来 我 凭什么让你这么做 是为了董事长的位置 为了你 为了我你就 对 我就是这么爱你 满意了吗 素敏 我投降了 顾默胜 谢谢你 明天是我商人 故事董事长的晚宴 你过来跟我一起参加 商人董事长 这 这么快 董事长的竞选 本来就是走个过程而已 现在你相信 我不是为了董事长的位置 要和你结婚了吧 明天我会去的 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没事了 赞点休息吧 那 晚安 今天是顾总 正式成为 故事集团董事长的日子 恭喜 恭喜啊 以后还请顾总 多提携呀 试图一下 还喝 还喝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哎呀 我办事 放心 不过 我们顾大少 这么有浪漫细胞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求婚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今天来的都是 生界名流和知名记者 以后万一你后悔了 你就彻底玩完了 要的就这种效果 不会后悔的 松明很缺安全感 这样的求婚 不光是浪漫 而且以后还能成为 拿捏我的筹码 他会喜欢的 哎呀 兄弟啊 你这是把自己也算进去了 我以前居然也没想过 你也是个恋爱脑啊 不会吧 准备的这么妥当 你还紧张呀 你懂什么 滚远点 没事 不紧张 苏眠 一会儿就到了 喂 苏眠小姐出事了 古老夫人突然晕倒了 什么 师傅 麻烦掉头去医院 好的 师傅 现在掉头去医院 我马上就到 好 还是苏眠姐聪明 苏眠 你死定了 算了 今天 是她上任董事长的重要日子 我还是先把情况弄清楚了 再告诉她 医生 奶奶怎么样 顾老夫人就在病床上 你去看看吧 奶奶 你没事吧 苏眠 你不是很厉害了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出来吧 嗯 顾大成 别再等苏眠了 这全A厂的名流 都等你完成董事长交接仪式呢 交接仪式怎么还不进行 我们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顾总该不是要耍我们吧 是啊 顾总这就有点不太给我们面子了 希望今天的交接仪式不会泡汤啊 哈哈哈哈 苏眠 是我苏眠 顾默深 苏眠在我们手上 你要是想救她的话 就一个人来城东仓库见了 苏眠 你要干什么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 苏眠 顾默深 顾总跑了 这不是耍我们吗 故事极端太过分了 妈 把她头套摘了吧 苏省 你疯了 死到临头路还这么嚣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吗 知道你有点功夫在身上 所以我绑了 特别死 你这个疯子 绑架 谋杀 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这辈子早就完了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你当初怎么不跟你那个妈一起去死啊 你回到一城来就是为了抢我的东西是吗 你抢走了大家对我的关注 还抢走了我爱了这么多年的包香哥哥 抢 你也有资格说这个字 快走 绵杰 这都一天一夜了 你身体也扛不住 休息一下吧 我 我要在这等着她 医生 她怎么样 有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孤独的命是保住了 但是 她以后啊 可能要变成植物人了 我 我能救 只要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就能救 苏敏小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 你不能碰我的病 放心吧 我免且可是神医 相信她 医生 我孙子她 怎么样啊 陆总她 可能变成植物人了 而且苏敏小姐质疑我的医术 谁也要进去给她施针 什么 顾莫申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折磨她 白燕 不要打扰棉丫头 她的医术我是见识过的 对 棉姐现在是顾莫申唯一的希望 你必须相信她 我 顾莫申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还有好多话没对你说呢 老大 棉丫头 棉丫头 楠楠 顾莫申怎么样了 她醒了吗 莫申没醒 醒 棉丫头 是我对不起你 你和莫申 退婚吧 为什么 因为莫申 已经成了植物人 我不能再耽误你呀 奶奶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顾莫申救回来的 顾莫申她一定会醒过来 我们不退婚 我们的孩子 还在等着她爸爸呢 莫申要真的醒了 她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很开心的 奶奶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莫申醒过来的 嗯 你怎么还不想 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呢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一直怀疑你 认为你一直都是在演戏 在骗我 是因为你不值得托付 我错了 我应该早早告诉你真相 我们白白错过了那么久 顾莫申 我也爱你 你快醒过来好不好 宝宝宝 宝宝选择了我 你就不能辜负她 你不能让她一出生就没有爸爸 哎医生 顾莫申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刚要通知你们 顾总的意识已经恢复了 马上就可以恢复行动了 那太好了 我这就给苏眠小姐送报告去 哦不 给苏神医送去 哎 那个大夫 你给我吧 我正好要找他们呢 哎 好 谢谢啊 顾莫申 我爱你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白燕 公司的事情怎么样了 呃 不太好 那个 顾莫申上次在董事长交接仪式上 跑掉的事 得罪了很多人 而且他以故事的名义 发公告 表白那谁 网友骂翻天啊 最严重的是 商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 顾莫申和李时朗近年来 一直在争夺这个商会会长的位置 但是 一直都是险胜 这次 而且听说李时朗已经联合四大世家 准备在今年商会上对顾莫申发难 董事会那帮代表 都生怕担责任 到现在连个会长代表都没选出来 我来出席 你 我是顾莫申的未婚妻 我不能代表顾氏出席吗 当然可以 那你要出席的话 那我们就不争会长的位置了 当然要争 李时朗如果当了商会会长 肯定会全力打压顾氏 我这次出席 就是为了争会长的位置 一个医生 没事 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 反正你放心 我不比顾莫申差 我有事要先出去 你帮忙照顾一下他 好 我晚点再过来看你 行了 顾大少爷 人都走了 别装了 喂 石千里 我外公那边搞定没有 账户节都没 已经搞定了 好 你以我的名义 邀请合作伙伴 去参加A城的商会 越多越好 来 各自愉快啊 顾莫申敢当众 耍我们四道士甲 我看顾甲 也没有留在商会的必要了 是啊 顾莫申不配再做商会会长了 李总做商会会长 才是众望所归啊 何必谦虚呢 李总 您这人脉 是深藏不漏啊 您看我可是看到了 好多商业大佬 还请李总 给帮忙搭个线 给个合作的机会 好说 好说 我怎么知道 今天会突然来这么做搭 我一会儿也要去 好好结交一下 哎 怎么不见故事的代表啊 他们 不会弃拳了吧 故事代表到 故事 故事是没人了吗 派一个小姑娘来当代表 来参加商会进取 对付李总 我一个小姑娘就够了 是 可是我们刚刚决定将故事赶出商业 你这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就是 赶紧走 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竞选了 陈总别急啊 万一 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伤金 苏小姐什么什么 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伤金 那不是新农员的领头人 宁总吗 他也来了 李总 一会儿可得给我好好介绍介绍 来 苏总 苏总 好久不见 苏总 好久不见 宁总 没想到您日里万机的 还能记得我 这是我的荣幸 这是什么话 要不是当初苏总的投资 我怎么能有今天 这位是 盛总 我的朋友 他在新能源方面 有合作想跟你谈 您很好 盛总好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苏总的朋友 不会出错的 好嘞好嘞好嘞 这边请 李李 你到底什么身份 正式介绍一下 天雅财团创始人 苏宁 什么 天雅财团 全球第一财团 苏总 不好意思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陈总 既然如此 我现在有天雅会找资格吗 有 当然有 这里 没人比您更合适 师妹 好久不见 是传说中的 医学天才 纪扬 我可不敢在我师妹面前 成天才 妻子久病不遇 纪先生 可否帮帮我 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接受 医者人心啊 师妹都开口了 没问题 苏小姐 我温某 只任你做商会会长 谢谢 我们去一边戏 好 走 你们居然临时变贯 苏小姐的实力 远超于你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们当然愿意 选择强者 苏总 见您一面 真是太难了 王总 好久不见 来来来 苏总 好久不见 各位 非常荣幸 通过了这次竞选 我代表故事 我反对 反对 他凭什么反对 他反对 我现在已经是商会会长了 立总 您的反对无效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我质疑的是 你有什么身份 能够代表故事 是啊 是啊 这个是现场直播 立总想要干什么 你只是顾陌生的未婚妻 而且早有传闻 你们感情 在前两天 顾总也以顾氏的名义 发布公告 表白所欺 顾总 确实有这个事情 你们马上就要退婚了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故事 之前的公告 另有引擎 哦 另有引擎 那苏小姐不妨说说 是什么影魂啊 这个历史了 网架的消息我得死死的 她怎么知道 这件事还不能对公众说 苏绵怎么不说话了 看起来好可怜啊 未婚夫前脚表白别人 她还要帮她维护故事 确实可怜 你总真是渣男 表白自己未婚妻妹妹 故事在这样的渣男手里 岌岌可危啊 这都什么事啊 立总 我想您没有资格 逼问我的隐私吧 既然苏小姐不能证明 你和顾陌生的感情 那你就没有身份代表故事 你的竞选结果 无效 谁说她不能代表故事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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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不财了 她是我的未婚妻 谁说她不能代表故事 几春 倒是你这个谋杀犯 有什么资格 质疑我未婚妻啊 谋杀犯 在大庭广众之下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呢 苏念章已经招任 她与历史郎串通 教唆高慧 苏秦等人对苏眠实施绑架 并试图谋杀顾陌生 人证无证俱在 法院的传单一会就到 不可能 不可能 把她带到警局去 不可能 这真是真的 不可能 原来如此 顾总原来是被逼的呀 顾总才不是渣男 平反平反 幸好幸好真是恶有恶报 你终于行了 我还以为我的音术 都救不了你了 对不起啊 我只是太沉浸 听你说爱我 所以不想那么早醒 你又骗我 我要给你退婚 哦 不太行 退婚协议我已经撕了 这婚 退不了了 那好吧 所以苏小姐 考虑考虑 给我个正式的名分吧 苏敏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preserve太沉浸 你愿意 很严雅 你愿意 ares 我愿意 能败